為何快閃的金牌又好像很大進步 與人馬的合作有些關係呢 聽一下馬主的分析 其實形狀很好 但七檔大家都知道 這個檔未贏過 跑C加三 所以之前也不是太有信心 盡力跑 很好的結果 朋友很開心 其實偉達金牌的走位都很激勁 你如何評價它 因為今季似乎好像充滿活力 其實他做了十三屆冠軍騎士 他當然有很好的技術 有時跑馬運氣都佔很大部分 今晚又有運氣 加上這麼好的騎士 連馬斯的功勞都非常大 整個團隊合作 加上朋友的支持都很重要 馬騎是沙田也上過名 谷草也贏過 將來會在哪裏發展呢 我想其實都是 1600、1800 但最重要是看霍利時的決定 最重要是馬仔健健康康 都開心 其實這隻馬很早期 都已經是1600的表現 其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對一匹年幼馬來講 其實這匹馬 你自己生活中的質素有多高呢 其實我們就 當然你見過去年 其實我們都有報過打比 當然一向大部分馬豬 都是對自己的馬是有信心的 但之後可能也是健康 或者因為人在香港才閹 就有點放緩了 好像我剛才說 希望有得贏就贏 三班可華之後 可以更好的表現都是很好的 但最重要是健健康康 開心 快閃的 我記得他最初來的時候 會閃的馬 覺得沒有改賽名 不過其實現在越來越乖巧 雖然他側著腳 不過他都贏了 但這場其實有六匹馬 十隻馬跑而已 有六匹馬 六十七場次跑過 對過的 我想看片 如果像我們這樣看片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看得到 這場的賽果出來 我自認弊的樣子 我看了這麼多次的影片 我真的想不到這場的賽果